《 集中說一下你的工作》 剛才我聽你說的工作做得很好 風光一面 但總會在工作上有起有落 風光面對到個個都可以 但到低落的時候 能夠繼續面對努力起身 這才是我們節目想和嘉賓分享 你低遷的時候是哪一段時間做得到 我們剛才的問題我還未答完 我最初由一個演藝界 到一個打工的公司上班 有沒有不習慣 我是放下的 我上班的公司是沒有的 因為大家做自己的事 每天上班都很忙 我不是和同事太親密 我會和他們吃飯 我會合作作朋友 同事還是同事 我會分少少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 但當我轉去保險業的時候 做生業都沒有 我跟著做生意 做生意是 你是老闆 沒有什麼 人們看不起你 但是我做股票的時候 因為我比較快的做生意 算是叫做效率 所以我升職的步伐是很快 我在九年間 我可以 我不怕說 一個四千元 是一個 居馬費 去到我是過百萬年生的 走那天 但是我是走的 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 你過百萬年生去走 走就走 因為我不想打工 這是我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 那些人都不明白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Anyway 每個人都有他的理想 所以我是很快趣 所以對我的工作 我是很容易有越來越多客 我後來多客 到我要請同事回來 幫我做一些散客 不是固定的客 所以在工作方面 我第一個工作很簡單 也沒有認識我任何的低落 低落就是 那一陣子如果故事大塌 我們沒有什麼生意 但是沒有什麼生意 就算了 因為1997年 我們最旺的時候也經歷過 那我就算休息一下 沒有所謂 跟同事帶小說回去看 真的沒有生意 二十多億就那陣子成交 我不知道你有否留意 或者你很年輕的時候 Anyway 我接著轉到做保險行業 其實這個行業 都是一個我自己的生意 但是因為這個行業 真正會有很多objection 就是有很多人拒絕你 甚至乎你猜不到的 最好的朋友 或者你家人 都會拒絕你 其實這件事 如果你反過來看 其實愛和包容 是可以在每一件事上 都可以用得到 包括現在我們有些運動 外面街的運動 只要愛和包容 在不同角度去看這件事 其實你就可以很釋懷 去接受每一件事 你想想 如果家人 沒有理由拒絕我 我為你好而已 就算你保險也為你好 投資也為你好 為何你拒絕 或者是很好的朋友 為何你拒絕我 但是你想想 可能他真的 暫時未覺得有這個需要 又或者是暫時覺得他夠 又或者是他有很多原因 只要用另一個角度看 可能他現在還未覺得 或者第三個原因是 覺得你不知道做多久 對嗎 因為保險是一個長期的 長期的長期 commitment 對 那你只要這樣想完 那你釋懷了 那你繼續和他做朋友 繼續做家人 好家人 慢慢地看到你有成績 或者慢慢他有這個需要的時候 他第一個就是想起你 所以我要知道 其實我做保險這個行業 我覺得是 我是同期是剛剛信主的 我不知道這裏方不方便說 我剛剛信基督徒 那我的宗教對我很大的幫助 就是愛和寬恕人和感恩 即各方面的聖經教我們 都可以apply在我的工作 和對人和對事是很有用的 那我就變成像上帝要我做這份工 我女兒都說 媽媽 上帝要你做這份工 對人好一點 不要那麼兇 我想可能也是 不要那麼自我 因為你知道 做娛樂圈很多時候 很多人請我們去很多不同的宴會 好像來求你那樣 我好像反過來 在跟別人說 好像銷售東西給別人 好像要求別人 有些人好像過往倒過關 但是我會把事情反過來想 我說這件事出來是幫你的 當然你現在 我沒有說你現在不買 不做朋友 不是這樣的 不過如果你現在不適合 沒有問題 我們繼續都是朋友 所以我覺得已經剛剛好 上帝就是 叫我做這份工 是用愛去做 然後用剛才說的各方面 包容好 感恩好 寬恕好 每一方面 去到看這件事的時候 這個人 有低潮的 其實我昨晚都經歷低潮 因為有個大客戶 他有些原因 暫時不可以和我成交到那單 但是我昨晚有少少低潮 在家看電視 看看新聞 然後想 我都很感恩 我家裡那麼舒服 樣子都挺好 然後又覺得 不行了 從心情又開始來了 今天又要重新 每一天的重新出發 那我又覺得 我的心態是因為 我的宗教方面 真的幫了我很多 所以我各方面 在這幾年 而無論遇到 可能很多人看到我 覺得是高潮低潮 或者是吳順景 會不會有很多匪民 匪民都是全香港人都知道 那你為什麼要應付很多人 會不會應付得那麼好 我其實都是用平常心去面對 我很幸運地可以跟全國人都說 我自覺我是沒有敵人的 真的不好意思 如果那個人生氣我 他覺得我是敵人 他 I feel sorry for her 或者 for him 因為 我是沒有覺得 不會應該有人不喜歡我 我是這樣覺得 我有朋友跟我說 你很感恩 你真的這樣說 我真的這樣說 我真的這樣說 我可以睡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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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不到 有時候可能會想 明天穿什麼衣服 穿哪衣服呢 你知道我們多少夜會 明天有五個 你知道有時候可以有五個 晚上三個 有時候想一下 要不要弄什麼頭 穿不同的衣服 有沒有時間回去換衣服 有時候想這些 就想到睡不著 其他事情我都沒有 很感恩 我沒有什麼大事 令到我 譬如生活上 會不會現在很幸運 不需要為生活崩波 只不過做每一件事都是為自己興趣 還有希望幫到人 希望做得最好 每一件事都要盡力做到最好 但是你的工作就是愛 包容 令到你很多 跟你不同的看法 或者暫時 不會光顧你的人 你都在他們的角度想 對 我覺得這個 生活上任何 每一個低潮 每一個不如意的事 都是這樣的看法 但我真的想問 你不計算 大家比較熟 就是你的婚姻 其實你 Patrick的先生 有幾個匪問 有幾個新聞 其實都 對我來說 都很震撼 我覺得你真的很厲害 你面對記者 甚至乎之後 翌日 第三天 我看到你 完全是沒事的 面對這些 面對出來 當沒事 但是回到家 會不會加教 一定會 肯定會 肯定會 肯定要 跪玻璃的 即是怎樣相處 每一段婚姻 其實都會面對這個問題 我想在你身上借 愛與包容 剛才我說的 每一件事 每一個人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地方 都是這樣用的 一定會說他的 一定會 大家研究 我很簡單 有些事情發生 首先 別人有這樣的指控 我很簡單 我牽涉到 法律 你有沒有做過先 有沒有犯法先 他說沒有 你真的沒有 因為 你沒有的話 當然我一定會相信 如果有 就坐牢 有些事情 我沒有問題 如果你沒有 我們一定會支持 因為 如果你沒有 亦都有法律上 去跟著 整件事 不是我說 既然是這樣 我都一定 好 因為 等於家人好朋友好 你要相信他 譬如我女兒現在有些什麼 她告訴我媽媽 我不相信她 那就做不到家人 做不到朋友 對嗎 你相信 然後等於朋友都是 家人都要支持 是不是支持的 意思是 不是說你繼續做下去 當然要研究這件事 應該繼續做 以後不可以再發生 再發生 很難受 一定會說 一定會罵 發脾氣 都是要發的 脾氣 有些時候 如果你知道不發 經常按住自己 有什麼異病 我說不會的 我什麼都說出來 我們一定會的 就算家人都會關門 都會說清楚 事情是怎樣 如果是這樣 我們大家要怎樣面對外面呢 是不是一定要一條心 因為那時候才是 我先生最需要家人的扶持 每一個人都是 在你的低潮的時候 你都想家人朋友去幫 支持你的 不要論那件事大事或小事 我覺得應該是支持的 家人更加要 支持 鼓勵 但是不要再發生了 再發生 不知怎麼撐的 不要再這樣 講清楚了 我就知道 接下來 法律上也沒有這件事 大家知道這件事根本是沒有的 所以 再下去的話 我覺得 都是看你的人本身 自己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例如我 我經常跟女兒說 沒有人說到我這樣 難道我不去蘭桂芳飲你 我都去的 難道我不去哪裡玩 我都去的 我先生不在 我都去的 但是我不會離譜 我不會在公眾場合 明知道那裡 可能你知道全民狗仔隊 是不是 我都會拍戲 對 三百元 三百元 拿這個報料費 對嗎 那你自己 譬如我們 好像我這樣 我有丈夫 有弟弟 那難道我去 看見你 抱著你 可能很朋友 這是西方禮儀 但是有些事情 你不能做的 就算我和你幾朋友 明知道 或者你不喜歡女士的 明知道你和我姐妹的 都不行 因為拍了相片出來 外面的人不知道 就覺得 你現在是否有新男朋友 那會令家人很麻煩 為什麼我先生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其實我都分析過 都是我的 我連累了我的家人很多人 因為不是因為我的話 正常 如果普通一個太太 其實她丈夫有些什麼 就是法律 沒有什麼 但是因為我太出名了 全香港都說這件事 其實她根本都沒有 可能她和別人比較友善 因為她不是圈外人 她沒有想到要顧忌 那些女兒都是 可能她們不知道 她能夠去房間喝東西 什麼去玩 可能被人說她們爛逃喪泡 其實她聽完之後 她和妹妹很不開心 但是我跟她妹妹說 我不怕 在她去年 牛津大學修讀碩士的時候 我說 女兒 你現在不用再怕了 你去蘭桂坊不怕 有誰喪泡難泡 可以入到牛津 你告訴我 可以入到牛津大 你只要繼續努力 當然你要不倒業 不倒業就很醜 所以她要努力 你入到這些學校 這麼出名的學校 都要很努力 才可以不倒業 你不倒業 更加不會有人說你 所以有很多負面的事情 想攻擊你 但你做好自己的本分 是不會有人攻擊你 我想問問 對 聽媽媽說 那時候我還未認識你 我們在報紙上知道 Isabel她的女兒回來香港玩 放假時 放假回來 出席很多工作 晚上都會去蘭桂坊喝東西 十幾個記者認得 嗯 一記者抱在那裡 對 寫自由為教 還未懂得保護自己 在小時候的書 是的 那時候新聞出現 你在讀書 你會不會覺得 第一個問題 媽媽的出名和名氣 令你沒有不自由 第二就是 你看到這些新聞的時候 你是不開心 還是會上報紙 都挺有趣 沒有這麼反差 不開心就沒有什麼 因為其實從小到大 但是跟媽媽出去 都會有雜誌 報紙拍攝 不過可能就是 開始讀書之後 真的會開始 人們追訪你所說的 還有剛剛 剛剛開始做接受訪問 其實真的不懂得說話 有時候會亂說話 說錯話 其實也要承擔效果 但是 現在就真的 是很PR 不會說錯話